海绵状血管瘤是从外观上和传统的一种叫法 就是我们说外观看起来发青 就是这种青紫色的外观表现 那么抽摸质软像海绵 那么就这种的这种特征性 所以说我们把这种部分的血管瘤称之为海绵状 其实它是一种通过形态上来进行 就是我们说称呼这种病变的一种通俗的叫法 也是一种我们说是最浅显的一种叫法 事实上就是这是对于这个疾病的本质往往是一种掩盖 无法去揭示到底就是这种海绵状血管瘤 真的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像海绵状这样一样的一个普通的血管瘤 其实它在背后隐藏有两种疾病 从这个国际的这个最新的分类来说 它从本质上分成两种 那么海绵状这里面包含了一部分的这个真正的毛血管瘤 那么这一类毛血管瘤也是外观成青紫色 质软处置像海绵一样有压缩性 但是这部分是一个真正的血管瘤 所以说它可以随着这个患儿的这个生长年龄的这个增长发育 它也是在不断的增大 因为它像个肿瘤一样在增生 那么它一岁以内是它的增生期 一岁以后它进入到了静止期 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静脉畸形 那么这属于血管畸形类的 那血管畸形类的就是它也是外观成青紫色 那么质软 也是像海绵一样 但是实际上就是 可是它的有它的这个特点 因为它的这个进展是渐进性的 没有止境 而且它的生长的这个发育的这个破坏的这个破坏力 破坏的速度 那也是有的时候根据不同年龄阶段 也有它各自的特点 有的时候早期就能表现得非常快 也有的时候到了这个青少年 或者是这个中年时期 它进展比较快 它但是一直到能到它老年的时候 这个病仍然在发展 所以说这就是静脉畸形 那么我们就说通过这些两种不同本质的这个疾病 它们两个都组成了 就是实际上我们传统上的老百姓所说的那种害